我的生命意義需要去寫一篇碩士論文 來決定我生命的意義嗎 他又不是萬德啦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 記起是生命 我的生命意義需要透過 這樣的一個研究方法 得到我自己的生命意義 然後浪費整個靜宜大學 靜宜大學的資源 叫一個指導教授指導你 寫了一篇碩士論文 第一個就談他的父親 他說他在家裡吃飯非常嚴格 初戀進來 他就在講說他交了一個男朋友 那這男朋友這個被他媽媽拿哨把打 因為他被跑走 他男朋友被拿哨把打完後 很生氣故意在一個女生經過我家 讓我媽媽看 表示我也有很多人喜歡 這也寫出來 這個東西可以提供給我們三立電視台的 晚間的連續劇 可以做一個劇本嗎 要描寫的絲絲入扣 我們的這個編劇把它串起來 那主席是新的叫願望 你名字都想好了 我是很懷疑麥玉珍這個立法委員的水準夠不夠 你要立法 立法品質到夠 今天真的拚了對不對 他的助理 傳訊息到媒體群組 請媒體大大參考他們家委員的版本 就一打開 阿娘耶 怎麼是國民黨的版本 表示他反而也該不懂要去抄嘛 才去借來抄的嘛 麥玉珍為什麼水準真不夠 我們昨天呢講到他的論文 論理前面有一小段 大家全部笑歪了 觀眾朋友全部笑 網路上笑歪 講到他老公啦 他老公劈腿啦 他們劈腿後麥玉珍原諒他老公 原諒他老公後 我們在一起生活一年 狗改不了吃屍 後來他老公 他老公是小三的老公 癌症過世 小三又回來找我的老公 他們要開始偷情 所以我誤到原來他們是同類的喜歡同情的 我當時就覺得不得了 你怎麼論文可以寫到狗改不了吃屍 論文可以寫你的感情故事 這叫論文嗎 昨天我們來請吃飯大學鄭教授 范思平老師來分析 結果我今天想不對 我要好好看整本論文長什麼樣 整本論文看完了 阿川你也是台大博士 這個論文你看得懂嗎 我們看論文跟范老師一樣 看兩件事情 一個是題目 一個是他的貢獻 沒錯 我們先來看題目 生命歷程 我們都從認同的跨文化挑戰 一個新住民的生命故事 這是散文 我們來看最後的結論 結論 最後結論 他說我這個論文的貢獻 他自己寫的喔 他自己寫的喔 他第二節就是第六章的 第二節是建議的 他直接寫本研究的 contribution貢獻喔 透過組織人地事物的意義連結 得到我的生命故事 你的生命故事不用透過連結 繼續轉換成我生命的整體意義 意廣 奕剛 意王 意王 借由 提問與回答的邏輯方法 認識到我的生命意義 不是 阿川 我每個字都看得懂 我都在一起看不懂耶 不是 我的生命意義需要去寫一篇硕士論文 來決定我生命的意義嗎 他又不是漫得啦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 記起是生命 哎呦 哎呦 沒錯吧 這他自己寫本研究的contribution 在於透過組織人士實力物的意義連結 得到我生命的故事 轉換成我生命整體意義的意網 然後藉由提問與問題的方式 認識到我生命的意義 我看完我還是看不懂他的貢獻是什麼 好 那他這個講說他的貢獻是什麼 我們再回到題目 有這種什麼多重認同在裡頭嗎 有跨文化嗎 也沒有啊 就是說你的貢獻跟你這個題目啊 比對起來也對不起來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來看他的研究方法 就是他的研究方法啦 他說第一個 我的故事主題是孕育生命 創造生命提升生命 我跟你講這三個一定不是他發明的 然後 不是這是研究架構圖欸 對對對 然後呢 進到我的生命故事 整體意義的光吸網 還有我生命的 這是玄學啊 不是啊 我的生命意義需要透過這樣的一個研究方法 得到我自己的生命意義 然後浪費整個靜儀大學 靜儀大學的資源 叫一個指導教授指導你 寫了一篇碩士論文 得到你自己的生命意義 那他內容搞不好很好很有意義啊 那他開始這三個主題嘛 第一個就談他的父親 他說他在家裡吃飯非常嚴格 那每次吃飯一定要什麼 要先請爸爸吃飯媽媽吃飯 所有兄弟姐妹通通吃完飯 爸爸說開動才能一起吃飯 這個很多家庭都是這樣 問題是你描述了這一段以後 跟你的論文什麼關係這個要講嗎 我爸爸很嚴格 不是啊 你這個每一篇的最後 這段寫完 你一定要寫說 我這個跟我的論文的關係是什麼 好你不要這麼嚴格 那初戀情人呢 初戀情人 他就在講說他交了一個男朋友 那這男朋友 這個被他媽媽拿掃把打 因為他們跑出去玩被抓到 他男初戀男朋友被他媽媽用掃把打 也寫到論文語言 然後他媽媽說你配不上我女兒 然後拿掃把打他 那怎樣 那這個又會回到他的生命的意義嗎 這個也沒有關係 這種 他男朋友被拿掃把打完後很生氣 故意在一個女生經過我家 讓我媽媽看 表示我也有很多人喜歡 這也寫出來 不是 沒有他是說他男朋友表達 他男朋友很多人喜歡 那關你什麼事 不是啊 這個 我們寫論文 就是每一段都要再回到這個架構 回到這個題目嘛 這一段也跟他的生命沒有關係 老公的外遇 婆婆吃素 這種東西可以當論文 我們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水準數值 有這麼差嗎 其實這個老公外遇 什麼老公什麼狗改不了吃屎 什麼什麼喜歡偷情之類 這個我們就不詳述 什麼不詳述 真的好笑就好笑在那邊 他罵他老公狗改不了吃屎 寫在論文上面 就真情流露 算了算了 後來他講他婆婆 說他婆婆吃素 說你如果不吃素的話 你吃這些動物 動物以後也會吃你 吃素也可以變論文 所以他就決定跟著吃素了 其實我跟你講他寫這些基本上 就是一個問題以回答 他自己講什麼 提問以回答 這樣的一個研究方法 我為什麼這麼認真在談 他的研究方法 我的意思是回到他的題目去 這裡頭我們還看不出來 他有一個跨文化 就是說你回到那個題目 那個題目怎麼跨文化新進 他有啦 他講說他剛開始去他家的時候 他婆婆講台語 他聽不懂 不是 不是 很多台北的這個女生 嫁到南部去 台語也聽不懂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題目如果把它換成 只是一個一般的一般的女生 或者一般的男生 去到了不同的國家 這才有意義 但是從現在他寫的這邊 基本上就是一篇抒情文 是 然後表達了 臉書的 就寫了他的 拉里拉渣的流水 就寫了他的我的生命的故事 就到這裡 其實他的論文 就只有寫到我的生命故事 後面這個根本就沒有完成 非常謝謝阿川 阿川回到位置上 我想問范老師 范老師你現在應該 還是常去當人家的口事委員 什麼之類 你也是指導教授 因為指導老師寫論文 這個論文 我今天看到 我真的是看到眼睛脫床 寫些拉里拉渣的事 怎麼初戀男朋友 被媽媽的掃把打 怎麼老公偷吃 狗改不了吃屎 婆婆吃素 然後婆婆糊弄他說 阿珍阿 你不要再吃肉了 你現在吃他們的肉 以後你死了 他們也會吃你的肉 所以他就決定在家裡陪著婆婆吃素 帶孩子出去的時候 才吃婚食 誒 范老師 你若是口事委員 你會怎麼gay 所以我很同情那幾位 口事委員 我不曉得他要問他什麼問題 我更同情他的指導教授 請問你的初戀男朋友真的被用掃把打過嗎 對 你被男朋友載摩托車自己兮兮的 我真的覺得 問他說 他男朋友騎摩托車載人的時候 那個摩托車載人的時候 那個摩托車載人還是一二五的 有沒有翹狗鏈 有沒有翹狗鏈 有沒有飆車幾公里 不是啊 我真的覺得八個字形容 天馬行空 但是文情並茂 天馬行空什麼都扯啊 扯東扯西扯一大堆 從外太空講到行天空 我男朋友很生氣 故意在一個女生經過我家 表達她有很多人喜歡 但是我媽沒有看到 我看到了 我整個人都崩潰了 對 從行天空闖到外太空 所以說他真的是天馬行空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那個研究貢獻 Contribution 本研究的貢獻 建議 真的 我全部的每個字都認得 但是看完看不懂 你跟我一樣 對 我覺得那已經到殘學 殘學 懸學的境界了 這讓我很訝異 再來我們看他的這個架構圖 架構圖 你這樣有老師的感覺 不見出來教授的感覺 故事 研究架構圖如圖一所示 第一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第一個 三個故事 故事主題一 孕育生命 主題二 創造生命 主題三 提升生命 我覺得這個架構圖很好 可以提供生命禮儀公司 作為員工教訓的一個 教育的一個架構 而且我們現在大學有成立 育育創造 醫生 我們現在大學已經有生命禮儀 他是社會企業與文化創意碩士 對 但是感覺 互不搭 非常不搭 大家覺得很奇怪 那我最後講說 或許 因為他是越南人 這個不是他所熟悉母語 他的母語是 是這個越南文 對 所以可能用中文寫會有一些 我們沒有調他錯字 對 我們沒有調他錯字 就是因為我必要講 你可以用英文寫啊 我的博士論文也是用英文寫啊 對 甚至你要用越南文寫也可以 博士論文也是用英文寫啊 對 可是為什麼會 我覺得這跟能力也沒關係 這跟語言無關啊 對 這跟你的邏輯 跟你的整個架構 他很有邏輯 我跟你講 他很有邏輯 你去看他講的每一個故事都 濕濕入扣 對 什麼男朋友囚 媽媽瞧不起 媽媽拿掃把打男朋友 男朋友 就載一個阿妹子 騎澳東拜經過他們家 他媽媽沒看到 麥玉珍看到 麥玉珍心碎很崩潰 很有邏輯 他沒有顛三倒四 對 他只是單純程度不夠而已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提供給我們 三立電視台的 晚間的連續劇 根本可以作為一個劇本嘛 是 要描寫的絲絲入扣 我們的這個編劇 把它串起來 對 麥珠希是新的叫願望 哈哈 你名字都想好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 所有學術論文 就是學術論文 對 他跟劇本不一樣 不管你是什麼在職專班 他有一個起碼的架構 我們常常講 若人寫的好或不好 另外一可是 但你的體力格式一定要正確 對 他是完全不是 那我必須要講 其實我們非常支持 外配成為立委 但是我認為數值 很多外配的數字也很高啊 對啊 也念碩士 也有很多有法律專業的 對啊 也很優秀的啊 我是覺得民眾黨 為什麼不去找那些 優秀的外配 找一個這個 而且跟對岸的關係這麼密切 還參加什麼統促黨的 對 我是覺得大可不必吧 好 非常謝謝范老師分析 而且我們剛剛節目聊到什麼呢 聊到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麥玉珍的水準跟程度 真的不足以當一個立法委員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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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 我今天帶來約他 results MARTIN